作曲,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你流出宝鞋 吸尽我误会 将我的生命赎回 为了我的罪 牺牲永不悔 写明你几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献上自己有罪随 或伤心或气馁 或胜利或思辨 愿刚强壮胆 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天雪或地转 尽藏开里桑田 都不难交我与你爱隔绝 你留出保险 洗尽我误会 将我的生命赎回 为了我的罪 牺牲永不悔 写明你几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先让自己有罪随 或伤心或气馁 或胜利或思辨 愿刚强壮胆 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过天雪或地转 尽藏开里桑田 都不难交我与你爱隔绝 你留出保险 洗尽我误会 将我的生命赎回 为了我的罪 牺牲永不悔 写明你几大恩惠 我深深体会 你爱的宝贵 写上自己有罪随 或伤心或气馁 或胜利或思辨 愿刚强壮胆 永远不后退 你爱永不变 从今直到永远 深深浇灌我心田 或天雪或地转 尽藏开里桑田 都不能交我与你爱隔绝 都不能交我与你爱隔绝 苏赢 别太在意 苏赢 别太在意 苏或者赢 得与失 我想对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 每个人都想要赢 每个人都喜欢得着 没有人愿意失去 所以人一生的努力 奋斗 从小到大 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赢 我们要得第一 我们要有得着 可是主耶稣却这样告诉我们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输赢真的那么重要吗 得与失真的对你来说 是很要紧的吗 有得必有失 可是有失常常也会有得 得与失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心态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幸福 很多时候 那个关键就在于 你知道怎么样去取舍 得与失 有一个很有钱的商人 他收藏了价值连城的一个古董 所以有的时候 他没有事情做 就会拿这个古董 是一支青花瓷 在手中把玩 可是那天 他一个不小心擦一点 就把这一个青花瓷 把它摔在地上 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心中忽然有一个觉醒 随即他就把这个花瓶摔在地上 就好像丢弃了沉重的包袱一样 他的心情在那个时候 也变得充容而且快乐 得与失不要大喜 失去也不要大悲 没有人是永远的赢家 当我们想要赢得所要的东西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失去原有的东西 所以只要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一点 对任何的事情 我们就不会太过的执着 就像这个有钱的商人一样 虽然他得着了这个青花瓷 他那么珍惜 可是也把它搞得紧张兮兮的 可是当他放下的时候 他的心情反而不会因着 这个青花瓷 这个古董 好像常常很不放心 常常很担心 会不会不小心把它摔坏 是 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得有失 输赢不要太在意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过程 过程常常是比结果更重要的 而且在得失之间 你其实是很难 很难用一定的标准来判断 所以也许你可以尝试 用平常心来看待 所以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 你要学会泰然处之 才不会太受这件事情的影响 德语诗不要看得太重 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应该要轻松的 来面对这个事情 就像刚刚我们所看的 这个故事一样 有这个青花瓷也很高兴 没有这个古董也没有关系 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态度 有也好没有也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减少很多 在你身上的烦恼 跟不必要的沮丧 让你的生活 可以过得更加的轻松 自在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一个在苦难中的人 他所发出的祷告 他说我次生出于母胎 也必次生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为着得着而高兴 可是却不要得意忘形 为着你所失去的 虽然有伤心 可是却不要痛苦绝望 人生我们在地上 本来就是鱼与熊掌 不能兼得 的确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你会遇到一些困难跟挫折 在当下你可能很难接受 可是过了之后 有的时候我们却会看见 啊 原来这就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不完美 正是一种完美 豁达是成熟 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所以让我们相信 一切都是上帝最好的安排 所以不要太把输赢放在心上 得语诗 当你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 在其中 神为你所预备 那最美好的旨意 一切都有上帝最美好的安排 优优独播剧场 建议 感谢观看